今天又开工了 其实我已经开工一会儿了 因为外面那个做工程太吵了 刚才我把这个二号柱子的水泥墩的模具取出来了 这是二号柱子的水泥墩 一样的不错 挺好的 然后把模具移到了一号柱这里 一号柱这里 现在准备给它浇灌水泥 这个水泥做完之后呢 那个昨天不是说我想吗 想那个翻案吗 那个衡量怎么弄吧 衡量吗 现在想出来了 正好我有的木料 都不用都不用切的 刚刚好就物尽所用 就是正好我有四根 在这个三个柱子的有两个支撑木条 下面穿过去 它还要再凸出来 两边再凸出来 大概两尺 那边要凸出来两尺 这边要凸出来两尺 正好我有四根 刚刚好用 做那个梁 做木 做这个棚子的梁 横梁 OK 那现在开始 首先先把这个浇灌进去 水泥浇灌 我们就做横梁 好 开始 刚才把那个二号柱的水泥墩 表面修补了一下 因为上次被雨淋了 冲走了一些 修补了一下 看起来挺不错的 然后呢 把那一号柱的浇灌了 看一下 然后就放在雨 让它干吧 现在我们开始 开始上凉 横梁都做好了 看一下 这边 中间是个街头 水四根 四根拼接起来的 是个街头 OK 到这边 这边突出来 这个受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下面 我们做这个纵向的支撑 跟这个一样的 像这样的一样的支撑 这边做一个 这边做一个 外面再做一个 这样的话应该足够了 那个上面那个板 扑上去应该是足够的了 这边也是 这边做一个 这边做一个 在这边 再做一个 跟这个一样的 跟这个一样的 这个受力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个木料还没准备好 今天还做不了那个纵向的支撑 做不了 那今天先到这儿吧 收工了 下次我们继续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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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